如何拆箱及设置HP彩色Color LaserJet Pro 4201-4203打印机系列 首先,打开包装盒 如有USB线,先从中取出 取下电源线,安装指南及指板垫 小心地将盒子放在旁边 然后从包装盒中挖出打印机 将打印机直纳,移除两块发泡胶盖 从包装袋中取出打印机 施掉打印机顶部及正面的橙色胶带及透明保护罩 将电源线插入打印机背面 然后将另一端插入电源插座 请注意,HP建议直接插入墙上插座 按电源、按钮,启动多合一打印机 如果你打算使用月泰网络连线连接打印机 可以现在设置 请注意,本影片会展示无线设置流程 如果你使用月泰网络连接 即并非所有步骤都适用于你 旋转打印机转盘 以从清单中搜寻及选择你的语言 按下转盘以选择 然后再次按下以选择、确认 选择你的国家或地区 选择连接方法之前 请先将纸张放入打印机 从打印机中拉出纸核 将纸张盗板调整至最外側位置 将一搭白纸放入纸核 调节纸张盗板直至盗板紧靠纸搭边缘 然后将纸核重新插入打印机 再控制台选择你的连接方法 若选择委会设置 即选择你的无线网络名称 输入网络密码并选择剔号 向下滑动并选择 确认确认设计设设计 打印机连接至网络 连线成功后 向下滑动并选择继续 若要设置代理设定 请选择设置 若要跳过此部分 请选择跳过 若要检查人体更新 请选择继续 打印机检查更新后 请阅读有关自动更新的部分 重要资讯 你必须卷动至最底 才能进入下一个画面 选取下一步 选择你检查更新的首选方法 HP建议启用自动更新 以自动更新打印机 设定日期及时间并选择继续 控制面板打印机设置 现已完成 选择继续 打印机颜色校准开始 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完成 若要下载并安装打印机软件 请在你的电脑上执行其余步骤 请注意 你必须使用PC设置打印机 你无法使用智能电话 或平板电脑等行动装置 设定打印机 在你的电脑上前往 HPSmart.com车线 download 输入你的打印机型号 并从下拉清单中选择该型号 然后选择下一步 选择下载以下载HP Easy Start软件 下载完成后打开档案 选择是以允许应用程式变更电脑设定 选择继续 再共享资料画面上选择是或否 选择是以开启装置共享 找到打印机后 选择继续 选择继续 选择续 阅读所有内容 剔选方格 并接受软件的条款及细枝 在应用程式分析 画面上 阅读所有内容并选择是或否 借借以继续 选择是以开启装置共享 设置完成后选择完成 如需查看更多实用影片 请前往HP Support YouTube频道观看 行温响 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